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年来广州市荔湾区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治理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2021年11月员工的大沙河碧道全长1.1公里 将河道原有岸线设置成为草波入水 提升绿化品质 草坪内用透水运营土切慢跑道 贯彻了海绵城市的理念 今年11月 广州市大沙河碧道项目 获得2022年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 洪水和水资源管理类荣誉裕长 和2022年度广东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长 党的20大报告提出 要坚持精神置屋、科学置屋、依法置屋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、避水、净土、保卫站 立湾青充分发挥党间引领、治水攻坚作用 认证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湾里地道建设的工作部署 高质量建设了大厦和水区花山精品地道 达到经济安全、生态、美观、休闲属性的地道点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是国家对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出的重要部署 近年荔湾区全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努力做到源头减量 今年以来全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过85% 同时加强流动相反临时疏道区管理 设置流动相反临时疏道区5个 面积接近6000平方米